高温潮湿的环境往往造成许多皮肤问题 而这些问题在夏季里往往有个共同症状 就是发红与发痒 民众常常直觉就是湿疹 以为买个药膏涂抹就会好 但湿疹只是一个名词 当肤矿发炎现象雷同时 病因不同 作物的方式治疗可是会造成肤矿恶化 第一个你身上的皮肤会因为 自己的代谢产生一些无菌性的肺脂 或者是因为其他异物的产生 比如说黴菌产生你产生了体险 真菌产生你产生了汗斑 细菌产生你产生一些发炎性的痘子 所以这些是夏天经常会出现的现象 对增下药才是医疗的根本 民众往往误判浮况 在药效错误下带来几乎更多问题 甚至有依赖的风险 以及皮肤难以代谢 甚至愈合不良 因此真正的治疗 其实真正的诊断以后才能够出现的 你要问我怎么治疗 我给你的答案很简单 就是请你去找医师 务必正确诊断 接下来再说 我们夏天气候闷热 基本上注意两个细节 就能大部分排除夏天常见的皮肤问题 就是保持通风干爽 避免过度曝晒 我们再回过了谈 夏天的问题是闷热潮湿 对不对 所以你只要把闷热潮湿 两个事情搞定就好了 第一个 千万千万不要穿太闷热衣服 你尽量让它通风 让它干爽 你就处理了闷热潮湿 第二个 夏天还有一个 我们一直以来很注意 然后可是必须要提醒的 就是阳光的曝晒 夏天紫外线的曝晒很厉害 然后曝晒本身会造成皮肤发炎 民众可以搭配透气宽松 密质防晒的衣物 减少干扰皮肤问题来源 就能避免大多数的夏天皮肤疾病 TDN 生活中心 综合报道